第一次 半个小时 他们四人还没将九颗留树全部看掉 那么大致能估算出他们的失灵 卡特兰的六根雕槿 十米匹首 卡在柳树王躯干内了 就被柳这条卷柱 很难抽出来 快 短短时间 还得到这柳树王后 我们还要去 其他草木之林 快 这路数王主带受仇 实力大解 快 这路数王的攻击在逐渐变化 看上去快不行了 断了 全部断了 进攻去干 开爬 过来帮忙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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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终于 终于成功了 快 找到万年柳木星 幸好能看到他们砍伐柳树王的一幕 既然极限武馆的人马还没到 那我就试试 快 快点找 走 走 有人 以你精神念师的能力 我也抓不到你 不过你竟敢来到地面上 真是愚蠢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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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难道你使用了千年柳木星 一下子成为高等战神巅峰精神念师 不可能 精神念师本来就非常少见 一次性就提升到高等战神巅峰 整个地球屈指可数 怎么 谢谢你们帮忙砍掉柳树王 让我省掉很多事情 杀 裸奔 七 三 三 三 二 三 二 二 三 二 我们之间的仇样就再次画上据点吧 虽然无法刺斩你的黑神超装 但现在我六颗飞刀的冲击力超过三百万公斤 足够将你五藏六斧镇碎 好强大的精神力 难道他已经是高等战神巅峰的精神念师 怎么可能 黠岸 呜 啊 啊 啊 万年刘无限 你愿意成为毒蝎的猎物吗 扫描这个二维码 关注吞噬星空官方微信 波莱纳斯家族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从今往后为我效力 不 你以为你能拒绝吗 姐姐在那等你